据韩国《东亚日报》报道,今年1月1日起,韩国国内开始使用发电用生物重油,作为石油替代原料。 韩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,将发电用生物重油,作为石油替代原料的国家。 2011年,美国夏威夷电力公司的发电站,曾进行过90兆瓦级的示范发电。 而韩国是第一个全面普及生物重油的国家。 图一,生物重油是能带石油的环保燃料。 其排放的硫酸化物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非常少。 再利用废气油是核心。 制作饼干或拉面时使用的棕榈油,制造生物柴油时剩下的副产品。 从餐厅排出的肉油,从食物废气物中提取的油,动物性油脂等,都可以制造发电用生物重油。 去年韩国政府公布,石油及石油替代原料事业法实施规则修正案时。 因用五花肉油进行火力发电,而引发争议的五花肉油,也是生物重油的原料之一。 虽然比重很小。 据韩国生物能源协会资料显示,2017年生物重油原料中, 包括五花肉在内的动物油脂所占比重,仅为3.7%。 图2。生物重油生产过程。 动植物原料、脂肪生产生物柴油生产。 利用生物重油的原因,不仅是保护环境。 生物重油的使用,也是对可再生能源供给义务制度、RPS政策的应对。 该政策2012年开始在韩国国内实行,拥有500兆瓦以上发电装置的发电公司。 根据该制度,有义务保证总发电量中,有一定部分来源于新再生能源。 目前,包括美国在内,英国、日本、瑞典等全世界44个国家正在实施该政策。 图3。生物重油使用原料比重。 棕榈油和棕榈油副产品,11%。 生物柴油副产品,28%。 食物废弃油11%。 动物油脂,包含母花肉油,4%。 其他6%。 石油与生物重油的污染物排出量比较。 淡蓝为石油。 生蓝为生物重油。 装案分别为 硫酸化物、一氧化氮、氮氧化物、粉尘。 没有排放硫酸化物。 干净。 生物重油的质量与现有的重油相比,并没有太大差距。 据调查。 燃烧生物重油时,硫酸化物完全没有出现。 氮氧化物,一氧化氮和粉尘,分别减少39%,40%和29%。 目前,生物重油与石油相比。 生产成本每公斤高出100韩元,约和人民币0.679元左右。 但是,随住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限制值逐渐增加。 预计在价格方面,也将具有竞争力。 不仅如此。 在使用生物重油时,也无需使用用于消除氮和流成分的装置。 因此很经济。